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、不要使用劣质电池或者充电器 请使用合格正品 二、旅行充电器接口过松或过紧都不好 三、不要对电池进行长时间充电 四、手机不要充电充一夜 五、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 六、守在潮湿的时候 不要操作充电器 七、不要将充电中的手机 放在床铺或者离人比较近的位置 八、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 这样容易老化 可能会造成火灾 九、如发现手机很烫 不要再玩了 手机爆炸前大多会过热 10、充电时不要使用手机 保持手机静待状态 触电如何救助触电 后一分钟开始救治 90%有良好效果 12分钟后救治 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急救措施 要立即切断电源 触电 这有心跳 但呼吸停止或呼吸即微弱时 应及时用养头举需法使气道开放 并进行口对口 人工呼吸 如果心跳停止 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太可怕了 不要充电玩手机 点亮大拇指 转发提醒家人和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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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